很高興和大家一起 很高興看到大家能夠在這個時候有實體的聚會 我們的主題是在末後的世代為主作美好見證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末後的時代 其實我們大家看到很多方面 這個世界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這個世代是一個末後的世代 不法的隱義已經發動了 貼索尼加後書第二章說到這個不法的隱義 英文翻譯為The mystery of lawlessness 就是一個違反神的、觸犯神的律法 一個隱藏的力量在發動 世人在這個世代也越來越邪惡 貼索尼加後書二章七、八節我們讀 因為那不法的隱義已經發動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裡說到在這個世代是會有不法的隱義 一個犯罪的隱藏的力量 這個是人的罪和魔鬼所帶來的破壞性 引致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罪惡發生的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不法的人 這個敵基督會出現 而主耶穌親自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即是說這個敵基督 這個最後的敵基督 在約翰書上有說到有不同的敵基督 但是這裡說到這個是一個最後的敵基督 他要自稱為神 坐在神的殿中自稱為神 被人敬拜超過一切所有被人敬拜的神 甚至聖經裡面所說的真神 真神為什麼沒有被他敬拜更多呢? 因為他迷惑很多人 而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不是跟從真神的 所以變成他受人敬拜是超過真神的 即是說到敵基督出現之前 是會有一個不法的隱疑 這裡有一些圖 譬如欺騙 你發覺現在有很多欺騙 還有很多殺人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殺家人 香港也有好幾個殺家人 然後自己又跳樓死 還有人口販賣 又說到一些國家四度成為 販賣人口最嚴重的國家 就是他抓了一些人去做妓女 做黑衣 做不同的事情 這些都是一些人口販賣的情況 還有家庭問題非常嚴重 電腦的黑客這些都是犯罪 是為了淺民或者政治 還有黑暗的政治 這個世界上都是不斷變化的 而世人被很多問題捆綁 譬如手機引 這個都是大家普遍看到的 很容易情緒化 疫情 今次的疫情 現在又有些反彈 其實去到什麼時候 這個世界的經濟會穩定 民生會穩定 還可以去旅行 到什麼時候才發生呢 這個都一個未知之數 家庭的問題 經濟壓力 還有全球在鬥爭之中 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鬥爭 那我也稍微說一說 關於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我們發覺 耶穌活在這個時代 因為他是羅馬統治他們的 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因為他講到一件事 就是彼拉多叫一些人的血 參集在他的祭物 那這個事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有些人獻祭 然後彼拉多殺了他們 把他的血放在祭物那裡 那就是說 當時也有一些政治非常之嚴重的事情 但是耶穌反而是說到一些人要悔改 他沒有去改變羅馬帝國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政見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很自然會有的 但是耶穌給我們的呼召 不是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要改變世界 但是透過耶穌基督 政治的方法是改變不了 但是有些人說 我想表達這個 就是每一個人有他的自由 我們絕對不會反對 不過我只是說 基督徒的目的 應該放在透過耶穌改變這個世界 那我也說一說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就會移民離開香港 那我也想說一件 其實這個移民也是大家有自由去做的 但是不要以為你移民去那個國家 就會是完美的 就是說那些小孩在那裡長大會好一些 我真的發覺不是的 我在網上 因為我都收到一些關於同性戀 那些推行的情況 香港也有接下來 第11次的同性戀遊行 其實大家可以寫信去反對 聯合國也定了支持同性戀 就是任何國家阻止同性戀的運動 或者不讓他們有所有的權益 那些國家是被指控的 那你也說到同性戀 不是那些人有自由的同性戀 同性戀的人是非常霸道的 怎麼霸道法呢 他會說 任何群體他所做的事 譬如宗教 基督教經常有人批評 雖然基督教是真理 但是也被人批評 不同的宗教被人批評 但是同性戀這件事 在有些國家 如果你向人批評 那個人可以告發你 你可以抓去坐牢 在教會裡面 如果說聖經的真理 聖經是反對同性戀的 它可以說你有hate crime 這個憎恨的罪 那麼 教會可以牧師抓去坐牢 也有一天可以說 聖經是有hate crime 所以聖經是不可以再存在 這些都可以發生的 事實上有些人 就是在發生著 我知道在外國有些情況是這樣的 有人會打電話去教會問他 你對同性戀怎麼看呀 當我牧師不知情之下回答了 他們已經錄了音了 然後就可以拿去法庭去告他 這些就是在一些國家所發生的事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這個世界是沒有落土的 我們不是追求這個世界有完美 有些人說 舊約聖經有追求公義 但是舊約聖經是什麼國呢 是一個神的國度 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是神的國度 即使以色列不是跟從真神的方法 因為他們否認耶穌 所以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跟從神 所以我們不能夠改變他們去行公義 我們當然可以的話 有公民的權可以盡量去推行公義 但是他可以不聽的 你說多少他可以不聽的 我意思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落土 不是說去到別的地方會更加好 但是我們基督徒是怎樣呢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怎麼想呢 就是我們怎樣用福音 就是我們時常在想 我們用福音去改變這個世界 無論是香港或全世界的地方 我都稍微說一下我在外國看到的一些情況 我絕對不是阻止大家去移民 你有心去移民 祈禱神給你平安 你去做 不過我只是說出 不要以為去到那裡會是一個落土 我說到以前的教會 他就扮了一個pre-school 即是幼稚園之前的 再小一點的小朋友 可以去參加的 那麼我就有一次去到那個pre-school那裡 就見到一個很小的小朋友 男生來的 他就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我認同給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是什麼動作呢 他有一個很大的波 他是用他的性器官不斷磨擦 就是那個方法明顯不是普通玩球的方法 是很明顯是一個刺激性器官的方法 那麼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是基督徒來的 那也是基督徒的pre-school 是教會辦的 那也是西人辦的 因為我在西人教會做中國人的工作 那麼那個老師怎麼回答我呢? 他說這個是小朋友自然有的東西 你由得他吧 我不是我去處理 我不是你去跟他說 叫他不要在上課 每個同學都坐在那裡 不過那些pre-school他們很自由的 不一定坐椅子 有些是坐在那裡 這個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 在那裡在那裡磨擦自己 那麼我就說 你可以阻止他這件事 並且解釋給他聽 他說這個是自然的進度 成長是這樣的 你由得他吧 我真的很驚訝 因為他們受了一個教育是甚麼呢? 自由 就是人想做甚麼 這個就是自由的 就是對的了 可以由得他這樣做 我亦都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我去到一些公車 公共汽車、一些巴士 有些學生一上車 第一樣做甚麼? 拿一支筆出來 車裡面已經有攝錄機 因為太多人在車上亂畫東西 他就一上車就這樣畫畫 那些好像攝錄機沒有甚麼用 好像沒有被人捉 另外也有人告訴我 在有些學校、門口、車站、家裡有甚麼事發生 經常被人圖鴉 哇 游過了 真是很麻煩 還有那些車被人刺車輪 就是因為他們自由 當然政府也會捉的 這些人要捉到 不過怎麼捉呢? 多少人犯法怎麼捉呢? 就是說原來這個自由的世界 並不是一定是好的 當然我自己是絕對是覺得人是應該有自由的 不過人犯罪的時候 自由並不會一定帶去好的結果 因為人有罪的緣故 大家也知道全世界很多地方有槍殺 那些人拿槍 因為那種憤怒、那種罪惡在裡面 於是他就會去槍殺 其實我自己在外國見到的小朋友 比香港的小朋友頑固很多 真的很難教 我絕對是說 世界有地方有人很好 有人不好 甚麼都有的 這些是我們衡量的 總之你不要以為去到的地方是一個樂土 而是 我今天的訊息和這個有甚麼關係呢? 就是說這個世界已經有不法的隱異 基督徒怎麼發光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你無論去哪裡 如果你有感動你去外國 你一定是想著我去外國發光 不要想著去到外國 哇 一片樂土你會很失望 很失望 就是主幫助我們 就是說我們看到世界上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問題 我說這些一切我不是看不到問題 其實我是很知道 我可以說 任何一方面的問題我都上網看的 我都知道的 我是知道我們活了一個不好的世代 是一個非常之強烈鬥爭的世代 但是我可以做甚麼呢? 我可以做的就是全揚福音 而當有很多基督徒就很失望 很失望他們做甚麼呢? 不回教會 他說這個世界這麼不好 我不回教會 或者這個教會是支持某一方面的 我不回教會 其實教會和政治是應該無關的 基督徒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政治方向 但是教會的目的是甚麼呢? 是宣揚基督幫助人跟從耶穌 不是去看一個立場的 但是實在太多人 在這些現在的政治問題 是甚麼呢? 離開教會 甚至離開神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惜的現象 我都希望大家 當我們看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都去反思 我們的信仰是建基於神 因為建基於我希望的社會如何 這個社會不會變好 可以說 我們看到是變差的 整個世界是變差的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去分辨 有一點是真實的 我們要大家的親友 可能有些人去地獄 這裏有一個圖 四個人吃飯 左邊的圖就不在火中 即是畫一個圖 右邊的三個在火中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信永生 這個中文翻譯是錯了的 不信從的字是不同的 第一個是有漢福音三章三十六節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從子的人得不在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神對於那些不信的人 是常有震怒 神是愛他們 想拯救他們的 我們看到親人會怎樣 很多人說我傳過福音 他不肯信 不過我們繼續努力 求主給我們聰明智慧 以及我們接觸很多人 我們見到的鄰居 我們見到街上行的人 在巴士站 在公園 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很多這些人 我們會不會去憐憫他 因為我只是活躍在我的宗教活動 我們是追求宗教活動 因為我們真的去影響世人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心 而地獄是很慘的 馬可九章四十八節 一起讀 就是那裡 蟲是不死的 火是不滅的 那些火是不消滅的 那些蟲不是蝴蝶來的 那些蟲一定是咬人的 咬人的蟲是不死的 是永遠不死的 所以在地獄是永遠無法出來的 是很淒涼的 當我們想到這個淒涼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會不會真的說神 求你憐憫 就算得事不得事 即是那些人都不喜歡聽 我們依然向他傳 我自己其實有些群體 有些不同的群體 我不說出群體 他們是很明顯反對 我公開講基督教的 在那些群組裡面 或者在他們的公開聚集 但是我一樣做什麼呢? 私下說 照樣說 私下跟他一對一的時候 我都會問他 你有沒有想過世界有沒有神 我會用一個反思的方法 你有沒有想過真的有很多證據 還有 有時候有些人 你聽聖經證據 他未必會想過 我首先講一些其他的證據 譬如 有些人死過 他真的有靈魂出來 真的人有靈魂 你會不會關心你的靈魂去哪裏呢? 也有些人去天堂 很大改變 有些人去地獄回來 又很大改變 那你會不會關心去哪裏呢? 我們都會用一些方法 去幫助大家去思想的 我們爭取機會 那你會不會關心你認識的人 是否去天堂 如果有一天他去地獄的話 他說你都沒有跟我說過耶穌 或者你說過一次就不說了 以後你都沒有再跟我說了 那麽時候我們是失責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有這種生命 真的去關心不同的人 你會不會見死不救呢? 右邊這個圖 有人浸了 真的有些地方是這樣 看著有人浸 整班人在那裏看 那些人還在那裏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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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死的 但是那些人會看到 不理會的 這世上是真的有些事情發生的 那我們會不會見死不救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那些人 真是他們沉淪的 我們會不會去想辦法呢? 也有相當多的人 找我什麼時候呢? 當他們的父母 很多時候是父母 未必是婉親 就是說那些人關心父母 當然關心父母是對的 不過少些人找我 我醫、我婆婆、那些婉親 他們在醫院 很嚴重去祈禱 多數是父母 而有時候呢 父母已經去到昏迷 去到已經很嚴重 說話都說不到 才找我去 我看到為何我們等到最後的時刻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心 就是神 幫助我們親 耶華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祂 親祂仍然有機會去信耶穌的時候 向祂傳福音 不要等到最後的時候 這個聖經也說到 這個世代是什麼世代 是越來越嚴重的 路加二章二十一章十節 一起讀一下 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 多處必有飢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 從天上顯然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們 迫伯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 並且收在監裏 又為我的名 拉你們到君王諸侯面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網看到很多的宣傳 很多的 哇! 敵基督出現了 已經大災難開始了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 這個真的很多 是令到人很擔心很害怕 在這裡講到耶穌講的次序 大家留心看一個次序 我們看聖經 盡量去看全段的聖經 上下文和他用的連接詞 如何連接這些經文 這裡講到民要攻打民 國要攻打國 很多戰爭 現在戰爭有很多種的 網絡戰爭也是 經濟戰爭 很多不同方式的戰爭 也有些叫做dirty bomb Dirty bomb是甚麼呢? 它不需要大的核武 是一個小小的手提擠 一個小的背囊 它裡面藏有很多放射性的 它不會爆開 它不會立即炸死人 但是它會發出很多放射性的東西 這些都是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預備定這些東西 在這個世代會用的 不過暫時來說 我們知道有些 的確很多地方是有爆炸 如果大家上網看 那些恐怖活動 你會發現原來很多新聞是沒有說的 是真的有發生的 即是很多戰爭和地要大大震動 其實這個世界的震動 地震是增加的 還有很多飢荒瘟疫 又有可怕的異象 大神跡從天上顯然 這裡講到這些應該是 講到敵基督那些的異象 我們時時都有戰爭 很多時都有瘟疫 聖經時代都有瘟疫 到底哪些才是末世的 在這裡的英文有說 但這一切的事已先 神要下手拿著你們 迫伯你們 這裡講到什麼呢 就是這些活世的大災難之前 是會基督徒被捕 這個就是大災難的一個警鐘 那現在發生了沒有呢 有基督徒被捕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很多地方都沒有 有地方有 其實九個基督徒有一個受迫伯 而很多這些受迫伯 是某些國家 因為政治和宗教的原因 而迫伯基督徒 但是依然有很多國家 未曾去到被捕 你說 是不是全部有自由呢 不是 有很多地方都有限制的自由 不過都依然是可以聚集 是不會被捕的 所以這個最後末期的大災難是未開始的 這個大災難的開始是會有基督徒被捕 還有呢 也都說到敵基督是出現的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法國是越來越多 這些事情越來越多 譬如我自己去宣教 我去肯爭很多的 但是有一次在疫情之前 我本來想去的 他告訴我現在不行了 現在要什麼呢 要一個月之前 批准了你才可以來 帶聚會 即是已經那個國家 在政治上已經改變了 這個我不詳細去講到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呢 已經有些國家 其中另一個非洲國家 我去到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整個四處都是爛路的 那些馬路是爛路 但是他們要求教會是要在 他們的停車場是要鋪石屎爐 整條路都爛路 鋪石屎爐有什麼用呢 還有教會是要關門 不可以開門 即是你有聚會的時候 不可以吵到外面 他們很難 因為這麼熱 他們又沒有錢去教冷氣 在非洲很多地方沒有冷氣的 要關門 要關門即是要有冷氣才行 即是說這些情況 他們帶我去教堂 是鎖了 因為他們沒有鋪石屎爐 所以是鎖了 這些我看到很明顯是一種宗教的迫迫 是加強了 但是呢 實際上在全世界還沒有去到這個嚴重的程度 如果去到基督徒被捕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末後的日子到了 即是末期的大災難 有些基督徒說 我們趕快去到最自由的國家 這是一種想法 就是我自己得自由 我們應該想的是什麼呢 以神的事為念 我們如何去見證耶穌 有一個很重要的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是會保守神的喜悅 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哪些人能夠站在那裡 當這個仇印出現的時候 仇印出現的時候 是哪些人可以得到保守呢 因為呢 要受仇印記 拜仇才可以買東西吃 這樣的時候 哪些人可以 基督徒可以站在那裡 如果基督徒呢 即是說 有些基督徒可能會這樣 他們會拜仇 受仇印記 接著可以買到東西吃 他可以生存 但其他基督徒 我不可以拜仇 拜仇 不可以受仇印記 因為聖經是有講的 受仇印記的人 要在這個火裡 永遠受苦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 那麼基督徒如何可以生存呢 在這三年半的大災難 如何生存呢 唯一的方法 一定是神的供應 神的保守 甚至我們可以像摩西在西拿山 不用吃東西 或者神供應他的食物 即是神有的方法 神是掌權的 如果大家留心看啟事錄 其實我有一個文件 是說出災難後備題 不是災難前備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謊 其實在基督教圈章裡 都有一些謊言 是很離譜的 很明顯的 英文的 比較找得多 如果在Amazon那些書 你會找 例如《Post Tribulation》 《Biblical Support》 是很多書 但中文是很少的 我寫了一個電子書 如果你想要的 你可以告訴我 WhatsApp給我 或者Signal給我 我可以傳給你 另外 我又說 我有很多時候 發現一些好的英文的影片 有些是說到處理生命 與神的關係 聖靈的能力 也有些是說到情緒 很多方面 我洗碗的時候 有時會打電話給別人 有時會看這些影片 去擴闊我各方面的知識 我會在這些群體 有些人可以看到英文 也可以看到英文的字幕 你可以明白的意思 你想收到 你可以告訴我 我可以傳給你的 我去看不同的東西 我亦都發現 有很多人會傳很多 即是我講到災難後被提 聖經是支持災難後被提 耶穌降臨的時候 我們被提 我在那裡的經文很清楚 真的聖經是清楚到 不得了多處的經文 很清楚地講到這個時間 其中的電子書 我裡面有講到一件事 就是大災難在神的掌握 全部是七印七號七碗七雷 全部是天使開始的 不是魔鬼開始的 是神在這個時候 祂要做的事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是神掌管的 還有說到獸和獵王 都是不同的王 都是有權命寺給祂 而聖經講到 所有的權命都出於神 不是出於魔鬼的 所以在末後發生的大災難 是神的掌握 神掌握不會叫基督徒死光 反而基督徒在大災難 是會復興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祂那時候想食物 一定要多祈禱 多去親近神 多去倚靠神 我希望大家學到這種祈禱 在我網上找到很多互動的討告 經常活在神的愛中享受神 被神的愛激勵 聖經講到 神是愛祂的人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想到 最有效的祈禱方法是愛神 同神相愛 以心靈誠實來敬拜 這是最重要的祈禱 但是很多人不能夠學到這件事 在末後日子我們需要學習這件事 暫留得穩 求主幫助我們有智慧分辨 也有些人傳說 他說什麼呢? 這個疫苗就是獸孕 聖經在啟示錄十三章 很清楚地講到獸孕的條件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獸出現 然後其中一個王 它的角是一個王的意思 它有七頭十角 其中一個王會好似被殺 然後他就活著 那些人就拜他 然後有另一個獸出來 就為他做了一個獸像 還有所有不拜的人都會被殺 然後這裡先講到獸人和拜獸 要拜獸的才可以得食物 這件事 在啟示錄十三章所說的獸 什麼時候出現了呢? 什麼時候有應驗到 即是說 他差不多死了 然後他活著 還有整個獸像 要每個人都拜他 然後沒有拜的人都被殺害 哪裡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根本沒有 但是很多網上亂傳一些信息 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過這些信息 譬如萬德拉效應 又說聖經已經被人改 這些全部是令人對聖經失去信心的 有些人說 保羅不是真仕途 他所說的不是真理 其實很多古靈精怪的教導 在網上出現 我們希望大家分辨這些 你都在這裡看到 大災難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一定有基督徒的受迫白 我們用聖經去答這些問題 不要用人傳人 你發覺那些很多講的東西的人 他們不是用聖經的 當我用聖經跟他說的時候 他不回答我聖經 他只是說說其他東西 這個不是從聖經去找出的 而每九個基督徒有一個被迫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圖 深橙色的地方就是很強烈迫白的地方 有淺的就再次其次 有黃色的就再次其次 這些地方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雖然有些地方沒有 例如美國 在歐洲的地方好像沒有迫白 他有另一種迫白 就是你反對同性戀 你可以受迫白 你不可以把全部的真理說出來 甚至 有些人說到移民 去到外國 如果你的子女告發你 你在家裡叫我 不要跟從同性戀 他就會說你有hate crime 兒子可以控訴父母 捉了父母去坐牢 那些小孩就拿去一些地方去照顧 這樣的時候 就為了免了你去教他 不要走同性戀的路 這也是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所發生的事 這是另一種的迫白 好了 神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在這個末後日子 神一定陪伴每一個愛他 和傳扬他的人 我們會不會去傳扬 這件事非常重要 有些人覺得 死了 基督徒已經成為少數 但我們記得 從聖經時時告訴我們 神是掌權那個 掌權的是神 不是魔鬼 馬帝28章18到20節 這裡說到大使命 你去傳福音 出去使白民眾我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大使命不只是傳福音 亦是為他們施洗 以及耶穌吩咐的 都教他們遵守 然後耶穌有個應許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個很重要的應許 神答應了 耶穌答應 祂與哪些人同在 聖經有很多祝福的說話 但你發覺 很多的應許 都是應許給那些愛神 神是愛他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的事 先求神的國同意 這一切交給他們 這裡說到什麼 神與誰人同在 傳福音 和耶穌吩咐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這些人耶穌會與他們同在 那些沒有做的 會不會與他們同在 有 不過神的同在 是有程度的 聖經裡面有說到 聖靈強烈的同在 今天下午 在侍奉粗練課程 我會講到 聖靈的更強烈的因高 如何追求 有什麼作用 其實這段時間 我都一直訓練 興起人去侍奉 我希望當中你有心事奉的人 你去學習 去跟從神的路 我也是用聖經 支持我每一樣的教導 因為我發覺 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有很多人是聖靈充滿 但有時候有些人追求什麼呢 經歷 有些人追求先知說的話 有些人追求某一種討告的方式 但到底那些聖經有沒有說呢 我們要用聖經去分辨 去聖經去分辨 聖經教我們是怎樣做法 因為那些是有絕對的應許 那我不一定說那些聖經沒有說一定是錯的 不過如果聖經有說 我們應該先跟隨那些 那些是聖經肯定的說話 而這裡很肯定 傳呼音的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神一定會祝福 基督台每世的見證是非常重要的 啟示六十二章十一節 一起讀 弟兄聖過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們雖至於死也不外釋性命 這裡是講到大災難的時期 那些基督徒這麼勇敢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期 其實基督徒是更加復興的 因為他們吃東西都一定要祈禱 才得到食物 不只是祈禱借飯 那沒有飯 怎樣借飯呢 是祈禱怎樣得生命 在這個時候 那些基督徒是會非常勇敢 他會甚至傳呼音 他甚至死也不外釋性命 對於這件事 辛道很多人很怕 怕得要死 千萬不要找我 我逃到山上去 耶穌說在猶大的逃到山上去 講到主要七十年那一次 因為那時候羅馬人去 嘗試去殺死所有大人 所以你要逃走 但不是說到所有在災難的時候 我們只是逃走 我們都應該逃走 不過我們一定很重要 就是爭取機會去傳呼 很多人對於辛道就怕得要死 哇 辛道很慘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辛道的人是很蒙福的 為什麼呢 他一定會神跟我一路說話 我會跟你在一起 你不用怕 我會教你說什麼話 我會賜給你力量 這個辛道的人在他未死之前 他會經歷很大的能力 經歷很大的平安 很大的愛 去推動他如何為主作見證 有可能神也會釋放他 像彼得一樣 走出監獄 有人明明捉他 或者用火燒他 像彈以你那三個朋友 燒他也不燒不死 神可以用這些方法 神也可以用他離世 其實離世有很多無比 因為他上到天上 有極大極大的賞賜 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心理上不要覺得 哇 辛道是很慘的 不只是逃避災難 而是想 我走在神的路才是最蒙福 我的一生就永不後悔 是永永遠遠的 你受苦的時候有多長呢 不會很長 但是神永遠紀念我們是永永遠 而是在受苦的時期 一定得蒙神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得性是甚麼呢 是靠羔羊的血和見證的道 就是我們所見證的道 好了 如何見證神的美善和傳呼 好做的傳呼 不是只是告訴別人得救 而是告訴別人神多好 我們祈禱和敬拜都是 多些去帶人 耶穌真是好 多謝你我們歡喜你 我們感謝你 我們欣賞你 我們享受你 多些在敬拜的時候 帶人去享受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所求的賜給你 以及叫你誠解地的高處 這些聖經是有答應的 所以我們在講信息 在帶領敬拜 帶領祷告 時時都會宣講神多麼美善 我們是見證神的美善 祂多好和傳人福音 麻煩你 首先我們要見證神的美善 首先跟神有個美好的關係 有美好的關係 你就經常有美好的見證 你就不斷 即是你口經常都會出恩言 經常都會見證神的美善 因為當你親近神 你自然有很多美好的事 如果你是會收那些英文訊息 我們真的有時看到一些人 他們所經歷 譬如Kathryn Kuhlman 她如何經歷神的同在 也有本書 如果大家懂得看 有一個人寫關於Kathryn Kuhlman 是甚麼呢 Kathryn Kuhlman 是一個非常有恩高的人 她真是神的同在非常強烈 其中有一個叫Robert Liardi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八歲是上過天堂的 她說得很好 她亦有本書 I saw heaven 這些在Amazon e-book 大家可以買到 可以在你的電腦或者手機 可以看得到 Robert Liardin 說到她在Kathryn Kuhlman 傅爾曼的聚會 有甚麼發生呢 那時她是小朋友 她說我看到一個修女 有人推輪椅 推進來 修女的手是曲著的 坐輪椅 即是她走不了 曲著 整個聚會都是這樣曲直的 然後Kathryn Kuhlman 在台上 通常帶人去敬拜、讚美、討告 討告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開始宣告醫治 她說 在哪些地方有些人有醫治 這樣 這個Robert Leardin 他說我看到這個修女 我看到她 她使用手 好像其他人拋起她的手指 拉 naked naked movement 拉 neighbourhood 還在聽到骨頭的聲音 很像 engages being 手一直伸直 伸直之後 手伸出來 然後他就開始起身 起身 從頭走就如如如如 然後走到 從整個地方走來走去 Robert Sleaddon 說了一句什麼話呢 因為他寫了神的將領 很多本 講到不同的 不是很多本 應該是一本講很多人 因為網上有很多影片 都是他講到這個God General 很多人 他說我看過這麼多影片 我看過這麼多故事 我沒有見過一個像他 這樣帶來醫治 沒有按手祈禱 就在聚會裡面 他這樣改變 他也形容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在Catherine Coleman的聚會 你感覺到神的同在 好像Jelly在你的身上 在你的身上 整個聚會都是這樣 神的同在 我想說我們基督徒是需要神的同在 太多人只追求一個聚會一下的同在 我們是追求長期的同在 今天下午就會有這個訓練 每次我們都有一起去操練 如何更強烈的親近神和追求神的恩高 所以我們作美好見證 第一件事就是需要與神相愛的關係 而且時常見到人就關心他 右邊圖那裏 看到人可以搬東西幫他忙 三五色七走過去 如果你想我幫你搬東西 他說不想就沒關係 沒有所謂的 我們也可以經常說 耶穌愛你 你信靠耶穌可以得到永生 真的有真神 說一句或幾句 任何說話都可以幫助人 看到人憂傷的時候都關心他 或者在街上看到有病的人 你也可以走過去 你想我為你祈禱 耶穌真的有能力 有些人會拒絕你 不過你嘗試去做的時候 神會使用你 在這世上不同的人都有這樣的做法 學習操練 為人按手祈禱 因為這是神所給我們的 首先你的生命結成 然後你為人祈禱的時候 你會很驚訝神的工作 我自己真的見過很多很多 經歷過很多 我在網上也放了很多影片 你找耶穌師 YouTube你會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網上怎樣為他祈禱 也有很多都沒有拍到的 真的讓我很驚訝神的作為 神如何使用人 神也會使用你 而神一定喜悅 一定會喜歡 就算他不信 這一點很重要 就算他不信 他拒絕你 甚至他罵你 神都喜悅 神到時在審判的時候就跟他說 你沒有信耶穌 但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了呼音 你看回當日 他如何向你傳呼音 你如何拒絕他 即是說 其實我們作見證 神已經喜悅 當然我們希望他信耶穌 就算他不信耶穌 我們都可以歡喜 我今天有作見證 我繼續去做 神就欣賞了 好了 我在這裡介紹 《經歷聖靈報道法》 這是我們可以用的報道方式 首先神可以經歷的 經歷平安 慶慶 《欣賞》 《重淡德釋放》 《愛》 《聖年獎》 《神的愛》 《愛》 《心靈醫治》 《醫好一切傷心的人》 《趕鬼醫病》 《神可以赐給我們奉耶穌命》 《趕鬼》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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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代替悲哀》 《身體舒服》 《我肉身也安然居住》 《這次失眠》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以及有能力 《得了能力》 这都是圣经讲到 神是可经历的 我想说 我有很多资料放在Google Drive上 如果你想得到我这些文件和很多这些图 你给一个电邮或者WhatsApp电话 你想收到 我就会传给你了 你在网上看我的影片也有 新的影片 下面有写到Google Drive 我放了很多资料 这些都会放在那里 有些新的有些没放 还没放 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首先交谈 聆听 回应 多些和人聊天 关心他 回应他的感受 多些说感受的话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面对很大的困难 感受他的感受 人是会更加接立的 如果需要的话 也可以说一些证据 证明有神 就是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科学性 神可以经历 祈祷如何经历神 以及科学证据 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 我在网上也有这些影片 讲到神的证据 大家可以上网看的 这里我不讲了 第三 分享 如果有些困难 分享我们经历过类似的帮助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更多在圣灵的运作里面 经历神的工作 你多些享受神 天天都享受神 你这个人就会发觉越来越松 越来越平安 轻散 你就越经历更多 你就越多见证 以及你为人祈祷 你会发觉神会用你 你有更多见证 你就分享 我和某人 或者某人能够经历过这些问题 得到帮助 那就邀请他 你想不想我为你祈祷 耶稣在这个时候安慰你 加给你力量 然后 为他按手祈祷 如果你身上没有邪灵 你留意你自己亲近神是没有拦阻的 身上没有邪灵 你是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 你为他按手祈祷的时候 你不要猛地说很多误性的话 不要只是说误性的话 是说多些带祂爱耶稣 你都关心祂的 耶稣关心你的 侯主耶稣关心这位朋友 让他经历到神的爱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是和我们一起的 神是关心我们的 在祈祷的时候多些说 多谢天父 天父爱我们 亦可以用自然界的东西 神创造了很多很漂亮的环境 很多很好吃的食物 因为神爱我们 神又会感动我们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太阴耶稣为我们死 就是说出神的爱 让祂知道 我们整个心灵爱慕神 你都告诉他 你投入爱神 神就会祝福你 然后祈祷就问他 对了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请问你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经历或感受 为什么我会加上经历呢 因为有些人说 不是靠感觉信耶稣 而圣经说到是可以经历神的 圣经也说到 譬如拉撒路复活 就有很多犹太人 因为这个神迹而信耶稣 也有说到不同的神迹是叫很多人信主的 譬如那个格拉撒路复活的那个人 他问耶稣 我可不可以跟着你 耶稣说 不要 你去告诉你的亲属听 神为你做的事 他不只是在亲属 他在Dekker Palace 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十个城市 Dekker是十 Palus是城市 在十个城市 在一个大的区域那里 去四维全港神为他所做的大事 就是原来经历神是可以叫人信耶稣的 那么你就问他 你有没有任何经历或者感受 因为有些人不懂得说经历 可能感受平安 轻省 舒服 爱或者能力 如果他有的话 这个就是圣经说了的 你可以经历的 神就祝福你 那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然后他说想的时候 你就可以解释这个福音 告诉他 耶稣这么真 祝福你 耶稣真的很爱你的 祂爱到你为你拯死 叫你能够得到救恩 我们说的福音 一定不要只说你怎么信耶稣 是说到神做什么 耶稣是不需要来到世界上的 祂是因为爱我们 祂来到世界上被人藐视 被人拒绝 为我们拯死 是按照圣经的预言 圣经一种说了他会来的 他真的 照着圣经所说 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拯死 带领他一个信主的祈祷 以及如何去跟从神 这里我就有一个带领人 带领人祈祷的例子 不过我稍后会示范 这儿我就不读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两个人出来 即是示范 我示范《经历圣灵暴露法》 有没有人愿意出来 随便两个 不用怕的 谁愿意出来 我即时示范 你会深刻印象一些 我们聊天的部分 我们不会在这儿做 假设他们已经聊天了 说出他们有些困难 有些问题之类的 我就会跟他们说 我曾经有过经历 在你们的困难上经历过 那你想不想都经历一下 耶稣帮助你呢 想不想啊 想 想 好 我现在为你按手祈祷 圣经有说到 就是手放在你的肩膀上 为你按手祈祷 那你的心是怎样呢 你投入很想耶稣祝福你 很想耶稣帮助你 在你面对的问题上 这样这种心态去祈祷 好不好 不只是想事情 而是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这样的心态 你现在闭上眼睛了 我们按手的事情很重要 第一不要重力压下去 他经常都很重 第二不要震 有些人祈祷的手就震 你自己震 但你跟人祈祷就不要震 如果你遥得很厉害 你也不要遥得很厉害 因为他忍不知你做什么 为什么你推着推着我呢 另外就不要推人 不要推人 不要推跌人 就是轻轻碰到他 以免他因为这些原因 而难助他在当时去经历神 好了 我会告诉他 我会为你现在按手 即是把手放在他身上 好 还没按手之前 我们都自己祈祷 一路讲话一路的心祈祷 这个要操练的 第一种操练是 闭上眼睛自己专心祈祷 这个平时操练 第二 开眼投入祈祷 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 这种第二种经历 第三 一路讲话一路祈祷 经历神的同在 我不知道大家 你经历神的同在有什么不同的程度 有些会觉得平安 轻松 舒服 有些会觉得能力 有些会觉得身体遥动 我现在一路讲话 我一路想着耶稣 我一路感觉到神的同在在我身上 这是我们操练习惯了 我一路讲话 我可以一路同时在神的同在 强烈的同在 我讲到也是的 尽量在神的强烈同在 在这个情况之后才按手 如果你说我还没那么快去到这个位置 那你就先站好 不按手 才按手 感觉到神强烈的同在 才按手 这是需要操练的 我们侍奉操练课程 就是会操练这些的 好 多谢天父 我们现在会为你按手祈祷 好 我们按手在身上 轻轻碰着他 如果一个人摇得很厉害 好像快要跌 你就把手放在他后面 帮他不要跌下 祈祷多些爱慕神 大家都站起来 黑默眼 跟着我们一起祈祷 大家 多谢天父 祈祷 大家都留意一下 我祈祷很简单的 都是关系式的 大家无论你领敬拜 领祈祷 都可以用多些关系的祷告 因为其实祈祷最主要是 建立同神相爱的关系 多谢天父关心我们 耶稣很喜欢我们 主耶稣和我们一起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天父关心这两位朋友 很想祝福他们 主耶稣知道他遇到的困难 或者他心中的困难 耶稣都知道的 耶稣很想帮他 经历到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求主加力量给他们 多谢天父 欢迎耶稣 我们周围都可以见到神的爱 我们可以看到 神创造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们可以享受 神很爱我们 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你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神很关心我们 又为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天堂 神又能够拿走我们的重担烦恼 将所有的重担烦恼 叫我们活得开心快乐 多谢天父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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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件告示我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们欢迎耶稣 我们倚靠耶稣 求耶稣来到我们身上 耶稣关心我们的 神是真的很爱我们的 神在美好 你对我真好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感谢主耶稣 求主祝福这两位朋友 得到神你临在的祝福 求主与他们同在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命 阿门 阿门 请你愿意闭上眼睛 我想问你在祈祷的时候 你有没有任何的经历 或者是感受呢 如果你有的 你可以说出来的 有没有 或者我的意思是 例如心灵有没有觉得轻松一些 平安 安静 舒服 有没有经历到任何这些经历 有了 你可以说的 如果没有的 我们都说不要紧的 你没有也不要紧的 神会祝福你的 但你有可以说出来 就是条腻都震的 这个就是圣灵那个临在 就是说方言的线绍 你有没有说方言的 有的 有的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也圣经有说到 当我们在神的同在 神叫我们肉身安然居住 以及轻散 所以很轻飘飘的 这也是很多人所经历的 耶稣这么真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想 我们就向祂解释福音 然后带祂信耶稣的祈祷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做这个部分了 但我想大家操练一下 在这一会儿 好的 多谢你们 好 我想大家操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能回去又没了回事 那我就想大家做什么呢 你现在两个两个 如果你觉得你本身没有邪灵的 你可以按手祈祷 如果你说我不肯定 那你不要按手祈祷 总是为祈祷 那你就短短的 就是一个人为一个人祈祷 几分钟 然后你就问他 过程有没有什么经历 那大家操练一下 那你会有更多信心的 OK 现在试下大家去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